好了,亲爱的同学们,七点钟到了,我们的直播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测试一下声音和画面哈,声音和画面都没有问题的,请在公屏上给老师扣一个数字一好不好,快点快点,七点钟到了哈,我们要开始上课了,那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就开始上课了好不好,好的,没有回复哈, 我就当做大家都没有问题哦,好,那首先呢,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鹏教育全媒体运营课的第十,第十五节课了,谢谢三十不获的回复哈,没有问题咱就上课哈,那今天的话,讲的是我们的一个直播复盘思维养成,咱们上节课是讲了直播对不对,然后呢,也是要进行一个直播,那直播完了之后, 就完事了吗,那当然不是哈,直播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养成一个复盘的思维,那这个就是本节课的内容了,本节课的话是有三个块块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直播团队的组件,我们要知道直播团队有哪一些人,第二个就是直播复盘的基本步骤, 第三个就是直播复盘的数据分析,是有这三个模块,那么目标呢,也是非常的清晰哈,本节课呢,我们主要呢,是要了解直播复盘的基本步骤,以及对自己视频号直播带货进行复盘, 我们学会了之后一定要去灵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哈,如果上一节课的话,按照老师的要求有做直播,那么本节课学完了之后呢,就要对上一节课的直播进行一个复盘, 好,那在这里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学习第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直播团队的搭建,咱们做直播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个团队的嘛,那这个团队呢,有小规模,有中规模,有大规模,就是有低配,中配,高配, 那我们在这里呢,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这各种配置需要哪些人,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最低版的一个低配版本,咱们低配版本的话,一般情况下是需要两个人, 当然哈,像上一节课我们自己无论是写脚本呀,还是做计划呀,还是直播都是自己一个人,是不是, 那当然哈,最低最低呢,你一个人也能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咱们最低版本的话是两个人的一个团队, 主播的话就是熟悉商品脚本,你肯定要熟悉你的商品,你不能说是读你都读不明白,是不是, 然后熟悉直播活动的脚本,做好商品讲解,然后控制好直播节奏,做好直播复盘,这是我们主播要干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谁啊,就是运营,其实直播的,这个主播的干的这个活哈,咱运营自己也是能给他胜任的, 那运营的话,我们要干的就比较多了,首先你肯定要去分解直播营销任务, 规划直播商品的一个品类,那你肯定要有商品的一个品类,我播什么,是不是, 然后规划直播商品的一个上价顺序,还记得上届课我们学的吗, 它到底是哪一类的品呀,它到底是我们的一个盈利款呢, 还是重分款呀,各种你是怎样一个顺序,这个运营都要规划好, 然后规划直播商品陈列的方式,分析直播数据, 我们运营一定要做的肯定就是要分析直播数据, 然后干什么呀,策划直播间优惠活动, 设计直播间粉丝分层规则和粉丝福利, 然后策划直播平台排位赛直播活动,策划直播间的一个引流方案, 其实前面我们可以抓关键词哈, 其实它都是带策划两个字, 如果你团队大的话你是有策划的, 但是现在团队小, 那我们运营呢,也是要去做这些事情的, 然后还要干什么呀, 撰写直播活动的脚本呀, 设计直播话术, 然后搭建并设计直播的场景, 然后筹备直播道具等,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硬件是不是, 然后调试直播设备和直播软件, 保障直播视觉效果上架商品链接, 配合主播发放优惠券, 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个小的团队的话, 你运营所要干的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多, 为什么说去小公司比较锻炼人, 因为小公司人比较少, 那人少的话, 那你要干的活就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更加能锻炼到你, 这也是为什么在小公司更能锻炼人的一个原因,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低配版的一个团队, 那么低配版的团队运营怎么去策划, 是不是, 那我怎么运营, 我两个人运营不了了吗, 那肯定不是的哈, 首先第一步, 因为人少嘛, 我没有办法做的那么, 就是直播一下子就很厉害, 那首先第一个, 先靠优质的短视频内容, 吸引粉丝, 你有了粉之后, 你就可以进行带货了嘛, 那直播团队如果不太熟悉, 直播带货的模式, 可以先在抖音, 快手或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 先稳定的去输出优质的短视频内容积累粉丝, 那你有了一定的粉丝量之后, 你再去带货会更加容易一些, 如果团队想, 就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去做的话, 你第一个呢, 肯定是要先产出优质的短视频, 第二个呢, 那你要去尝试定期直播, 而我们有了一定粉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工作了, 毕竟我们要干什么呀, 要直播带货, 如果你一直不去做的话, 你有再多的粉丝, 也不算是走上正轨是不是, 那我们在输出优质的短视频内容的同时呢, 还要去以定期的高频低时长,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呀, 定期高频率低时长的模式尝试直播, 你没有必要说我上来我咔咔, 我一波波一小天哈, 没有必要, 前期的话就是定时间高频率低时长来进行尝试, 那就比如说我们每天12点呢, 或者是晚上的7点进行一小时左右的这种主题聊天式的一个直播, 主播可以先设定一个聊天主题, 与短视频定位一致, 就比如说我今天投放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内容呢, 比如说讲的是一个鸡翅, 那我晚上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去聊一聊, 这个鸡翅的事儿是不是, 你当天的聊的主题最好和你投放的那个短视频, 它的一个主题是相关的, 这样的话, 他看了你的视频, 然后发现你在直播还能增加你的视频曝光量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呢准备能够聊30到45分钟的一个素材, 在话题结束后呢, 主播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介绍并展示, 一到两款自己熟悉的商品,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不带货, 我就先聊天, 为什么要先聊, 因为每个人对镜头的话, 它是有恐惧感的, 如果你前期没有做过主播, 然后呢直接让你咔上去就直播带货, 你可能短时间内不能一下子很好的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你就需要前期练习, 那么前期练习, 我上来就让你带货也肯定不行啊, 那我们先去聊天, 当你对这个视频镜头不再恐惧, 然后和你的人, 就是直播间里的人呢, 有的聊, 能接上话, 不会让这个直播间冷场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尝试介绍一到两个商品, 慢慢的给自己打基础, 这个东西不是说一下子就OK的哈, 我们肯定是要一步一步来, 我们尝试完直播之后呢, 我每天都进行一个小时的直播, 然后去锻炼自己的一个直播能力,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逐渐的增加直播方面的一个工作量了, 我们除了去投放这个视频, 优质短视频, 我们肯定是还是要往直播方向走嘛, 直播带货走, 那随着对直播流量, 这个直播流程和带货模式的一个日渐熟悉, 主播可以逐渐增长直播时长至两到四小时, 因为我们人太少了, 你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 你要是一天播六个小时累死你哈, 播八个小时那也不用睡觉了哈, 因为你除了直播之后, 你还要进行复盘, 你还要去选品, 然后呢你还要去出优质短视频, 这个呢工作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一般情况下, 人少的情况下哈, 不两到四个小时就可以了, 就由于团队人数较少, 每场直播时长呢, 不宜超过四个小时, 直播间的商品数量呢, 可以增加至两到五件, 不需要那么多哈, 然后直播团队的工作重心, 可以慢慢从拍摄短视频, 转移到直播上, 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 低配版本, 第一个, 先靠优质的短视频内容新粉丝, 第二步呢就是尝试定期直播, 第三步呢就是逐渐增加直播方面的一个工作量, 然后如果你要是起来了, 哎, 这直播间火了, 我带货呢, 这两到五件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那两个人忙不过来, 怎么办, 那我们就招人呗, 是不是, 那就可以开始形成一个标配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团队了, 标配的话, 其实这里呢只是这样说哈, 可能人数呢也可以再稍微多一点哈, 但是这标配当中的低配了, 你最起码你得有一个主播, 有一个运营, 有一个策划, 有一个场控, 而且你在这里是可以发现哈, 这里面的话, 它是什么呀, 其实这个分工哈, 你就如果要是刚才仔细听什么分析这个, 规划这个, 规划那个了, 然后分析直播数据, 哎, 这是运营干的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看策划什么什么, 策划什么什么, 策划什么什么,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再招的话招什么人, 招策划和场控, 是不是, 然后策划的话就可以策划这个什么直播间的优惠福利呀, 然后策划这什么粉丝福利呀, 然后什么直播活动啊, 然后呢, 引流方案啊, 然后撰写什么直播活动的一个脚本呀, 等等等等, 这都是策划来干了, 就是运营的工作会分给其他两个人,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配, 那标配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工作呀, 还是什么先去输出优质的短视频吸引内容吗, 吸引粉丝吗, 不是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一个标配团队的一个运营策划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要调整短视频方面的一个工作, 减少短视频的发布量, 将工作重心放在直播带货上, 同时在短视频平台逐渐改为发布精彩, 有趣的直播片段型短视频, 其实这个的话, 他不是告诉你, 短视频不干了哈, 他不是说不做了, 而是什么呀, 是放一些别的东西了, 放什么呀, 放直播片段了, 什么发布精彩有趣的直播片段了, 这个其实他就是一个内容上的一个转换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吸引短视频平台用户, 转为主播或直播间的粉丝, 他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转型, 然后第二个呢, 那肯定是我们既然要做的话, 团队也起来了, 那跟以前肯定就不能像自己或者两个人小打小闹了哈,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在直播内容上, 直播团队呢, 可以根据直播间的用户画像, 然后肯定要去看一下关注我的人是什么样的, 进我直播间的人是什么情况, 那我根据这个人物画像, 然后用户画像来去进行优化嘛, 去优化我整个直播间过程的各个环节的一个互动活动啊, 然后包括但不限于直播间的开场设计, 抽奖设计, 介绍商品的节奏, 推荐商品的话术, 评论区引导直播间的一个宣传引流策划, 这个肯定是要有很多了哈, 然后直播后呢, 各个平台的一个扩散策划和话题策划等, 这个就是要优化我们的直播内容了, 要把我们的直播做得更好, 比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小团队的时候要做得更好, 然后第三个的话, 那就是调整我们的直播时长了, 原先我们播几个小时, 两到四个小时, 最多就四个小时, 带的货也是不是特别少啊, 刚才说了就两到五件, 那现在我们人多了, 你再两到五件四个小时, 那你能养活起你这个团队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由于主播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直播经验和直播带货经验, 然后且直播环节有编导的指导啊, 或者是助理的配合, 咱那不是有场空了吗, 那每场直播时长呢, 可以保持在四个小时左右, 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 你最起码你要上七到十款的商品了, 如果你还是两到五个, 你可能养活不了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产品量提上来了, 当然哈, 四个小时左右, 那我可不可以五个小时, 当然可以了哈, 那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当场的一个实际情况, 然后呢前期呢进行就选品, 选品之后呢, 再去策划一下我们这个直播时长, 每款的商品的介绍时长呢, 可以设置二十到三十分钟, 那这是我们标配的一个版本, 那我标配版本做完了之后, 哎我发现我直播间特别火哈, 现在呢, 这四五个人哈已经不行了, 不够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能不能升级, 能, 我们还能把我们的团队升级, 升级之后的话哈, 那这就是非常的高配了哈, plus版本, 这个手女就不是一个主播一个人了, 他叫什么呀, 他叫主播团队, 他他是一个团队了, 然后一个主播, 一个复播, 一个助理, 当然哈, 这里呢可能不止一个复播, 我可能有两个复播, 然后我可能不止一个助理, 我有三个助理, 站在后面举个牌啊什么呢, 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的主播呢, 其实干的活儿和之前差不多, 还是要开播前熟悉直播流程, 商品信息,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直播中介绍商品, 介绍直播间福利与用户互动, 第三个呢, 就是直播后做好复盘, 总结直播经验, 我们的主播哈, 不是说我播完了就拉倒了哈, 我们还是要总结直播经验的, 我这场直播有没有哪句话说的不对, 有没有哪个环节引导的不好, 有没有是让我的场子冷掉了, 这个主播播完了之后, 肯定是要去进行一个直播经验的一个总结的, 然后复播干什么呀, 那就是协助我们的主播介绍商品, 介绍直播间的这个福利活动, 然后试穿呀, 试用商品, 如果主播有事离开了, 那我要干什么呀, 临时的去担任主播的这个角色, 所以复播呢, 要求也是要有一定的空场能力的, 不能就是处在旁边换个衣服就拉倒了, 然后主播去换衣服的时候, 我就处在这, 就就什么都不动哈, 那他肯定复播也是要临时担任起主播的能力, 他是要有主播的能力, 他可能没有主播好, 但是呢, 他肯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他才能做我们的复播, 那助理的话肯定还是要准备直播商品道具, 然后配合主播的工作, 做主播的模特, 完成画外音互动等, 啥叫画外音, 就是主播说给不给力, 然后呢, 他们就要在后面喊给力, 就是这个, 这就是助理哈, 然后呢, 再就是这是我们的主播团队, 然后策划的话, 其实和之前差不多了, 我们还是要规划直播内容, 确定直播主题, 准备好我们的直播商品, 做好直播前的预热宣传, 规划好开播时间段, 做好直播间, 外部野流和内部用户留存等, 这是我们的策划,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看这里面多了什么呀, 多了个编导, 是不是, 这儿了, 编导, 那编导的话, 如果我们要是有编导了的话, 那他就可以干什么呀,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 撰写商品, 介绍的脚本呀, 直播活动脚本呀, 关注直播间画数脚本, 然后控屏画数脚本, 这都是我们编导要做的, 第二个就是设置直播间场景, 就你看到的那个画面, 那编导嘛, 那他肯定是要去对这个场景进行负责的, 而例如直播间的背景啊, 直播间页面的贴片等, 这都是编导要做的, 第三个呢, 就是设计主播和复播的服装呀, 妆容啊, 直播中的使用道具等, 这都是编导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场控, 那场控还是要做好直播间设备和摄像头, 灯光等相关直播软件的调试, 那负责好我们直播中空台的一个后台操作, 包括直播的一个推送啊, 商品的上架呀, 优惠券的发放啊, 以及实时直播数据监测等,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接收并传达指令, 例如若直播间运营有需要传达的信息, 比如说库存还有多少单, 然后呢, 你要告诉他还有十单, 对吧, 就比如说库存的数量啊, 然后哪些地区不能发货呀, 这场控都要必须知道的, 然后呢, 场控在接到信息后一定要传达给主播和复播, 然后由他们告诉我们的用户, 比如说偏远地区新疆那边不能发货, 那你肯定要给人家说嘛, 是不是, 然后再就是运营, 这个时候运营团队就多了哈, 有两个人, 然后我们还是要分析直播等等哈, 你看这里, 我们运营从始至终哈, 都要去进行一个分析直播数据, 运营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再就是什么, 店长导购拍摄剪辑客服的哈, 这呢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高配的一个团队了, 那他当然哈, 这点的数字哈, 一人一人, 他一定就一个人吗, 或者是两个人吗, 不一定哈, 那你就看你的一个直播间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做的很大, 头部主播的话, 不可能就这么几个人, 对吧, 那他可能是一个几十人的团队, 现在的话, 还有那种日不落的直播间, 就是他什么叫日不落, 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 那这24个小时, 都用这些人吗, 那累死了, 累死也给你干不出来呀, 他可能是有几个班, 然后呢几班倒,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可能就这几个人吗, 不会的哈, 他最起码得准备两到三套人, 他才能把这个直播间运转起来, 好, 那升级之后啊, 我们的人更多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工作呢, 首先哈, 第一个还是要优化直播内容, 那由于主播和助理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商品推荐经验了, 那每款商品的推荐时长呢, 我们就可以缩短了, 因为他的推荐时长越短, 那么他卖出去的商品, 推荐出去的商品会越多是不是, 那现在主播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们就快点推呗, 一个一个一个推, 然后一场直播还能是四个小时吗, 四个小时左右吗, 这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六个小时打底了, 如果你人比较多, 你可以干24个小时,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一个主播你最少推个30款是不是, 然后在一场直播中, 主播除了推荐商品之外呢, 还可以设置固定的什么抽减时间呀, 秒杀时间呀, 互动时间呀, 通过这种抽奖送福利, 重粉, 福利秒杀, 讲故事或聊天等方式呢, 可以增强我们用户对直播间的好感度,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就做直播了, 而直播带货了, 你肯定要喜欢上我的直播间, 那你才能在我的直播间长期停留, 才能为我的直播间进行买单,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哈, 优化直播内容, 大团队就不一样了哈, 第二个我们要干什么呀, 制定业绩目标, 以前小澳, 我可能不去给你制哈, 当然哈, 一般就是像低配, 低配一到两个人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没有什么业绩目标, 然后你中等的一个团队呢, 你可能稍微定一下, 如果你是高的一个团队的话, 你必须要做的就是制定业绩目标, KPI, 你要把这个所有的目标分发给你们手底下的每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此时的一个直播团队呢, 就可以通过以往的一个成绩, 定制业绩目标, 那我们可以先定一个月的业绩目标, 然后规划年的目标, 最后的话把月分成这个把年分成月, 把月呢分成周, 把周呢分成日是不是, 你每天有一个业绩目标, 那我们干起来更有干劲, 哎你今天达到什么什么, 然后呢我给你发多少多少钱, 这都是要有目标的, 然后当然哈, 为了更好实现业绩目标, 直播团队呢需要在每一场直播结束后, 迅速复盘, 你要是说你直播完了之后, 哎呀睡一觉吧明天再复盘, 啥都忘了哈, 红块菜都凉了, 一般情况下哈, 大型直播团队, 直播完了之后会迅速的进行复盘, 查找出不足, 然后逐渐去优化直播间的花束啊, 和互动策略, 然后把我们的直播呢越做越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制定业绩目标, 第三不干什么呀, 进一步的优化运营和选品工作, 因为运营人员需要通过维护不同的平台自媒体账号, 这句话什么意思哈, 咱就举个例子哈, 李佳琪大家都知道, 他在哪里直播, 他是不是在淘宝直播, 但是他只在淘宝上做这个自媒体账号的一个运营吗, 当然不是啊, 什么小红书啊, 微博呀, 然后微信公众号呀, 是不是到处, B站呀, 都有他的一个自媒体账号,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自媒体账号都是要进行运营的, 你在的这个铺的面越广, 那你的影响力就越强, 那影响力越强呢, 吸引来的人就越多, 人越多, 那你直播间流量就越大, 那你能做的事情就会越多, 现在不都是流量成亡嘛, 对吧, 然后增加这个增强主播和直播间的一个影响力, 同时需要做好直播间引流和粉丝运营工作, 增强直播间的人气和用户对直播间的一个粘性, 那选品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咱之前也讲过了, 选品人员需要根据用户的需求, 选择用户认可的高品质商品, 并且呢, 要尽可能的为用户争取更多的优惠, 你直播间不便宜哈, 他来一次, 下一次还会来吗, 不会来了是不是, 只要你东西越好越优惠, 你才能赢得用户对直播间的一个信任, 这非常就是很理所应当的哈, 你只有越来越好了, 他对你才会越来越信任, 如果你要是做的不好, 那他肯定就不会再信任你了, 对吧, 那这是我们一个升级版本之后的一个工作策略, 第一个优化直播内容, 第二个制定业绩目标, 第三个进一步优化运营和选品工作,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哈, 直播间的一个, 这叫什么, 直播团队哈, 直播团队的话, 我们就先了解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呀, 那我们就开始, 直播完了要干什么呀, 要直播复盘, 那直播复盘的基本步骤有哪些, 那么接下来哈, 我们就开始讲一讲, 我们的直播复盘的基本步骤的话也不多哈, 就五步, 首先第一个, 回顾目标, 第二个, 描述过程, 第三个, 分析原因, 第四个, 提炼经验, 第五个就是撰写文, 这个文档了, 那在这里这样说哈, 大家肯定是不理解, 那接下来我们拆分哈, 每一个都给大家去说一说哈, 首先第一个, 回顾目标, 为什么要回顾目标啊, 那我们在直播之前, 之前也教过大家, 我们要写什么呀, 要写脚本, 我们要写目标, 哦, 这是什么直播, 我的目标还记得不, 我要长几个粉丝呀, 或者是我要让多少人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是不是, 那都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大型直播, 那更有目标了, 那我们直播完了之后, 我们肯定要去回顾一下, 我有没有达到我极定的目标, 为什么达到了, 为什么没达到, 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是不是, 首先第一步, 你肯定要去回顾一下, 那回顾目标的时候呢, 第一个, 展示目标, 在直播之前, 直播团队呢, 往往已经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了合适的目标, 那此时呢, 只需要把目标展示出来即可, 我们回顾怎么回顾, 你先啪, 把你直播前的那个目标拿出来, 我的目标是, 乘1000单, 然后怎么怎么的, 那你是不是拿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干什么呀, 你不是拿出来就拉倒了呀, 第二个你要进行对比结果, 对比结果是什么呀, 就是直播团队将直播的实际达成结果, 与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进行对比, 发现两者的差距, 在后续的复盘过程中, 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 探究实现目标的有效方法, 我上面写着, 我今天要成1000单, 结果我今天成了500单, 那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呀, 那我肯定要去分析, 如果我目标是1000单, 我成了1500单, 那我就拉倒了洗洗睡了吗, 那肯定不是, 你也要分析, 我这一场直播我哪做的好, 我下一次是不是要进行一个优点的一个再延续,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业绩做的越来越好, 是不是, 那那些后话哈, 第一个你要回顾, 回顾完了之后干什么呀, 就要开始描述过程, 情景再现了, 那我们再去描述过程, 情景再现, 我们要遵循几个点哈, 首先第一个, 这很重要哈, 必须要真实客观, 你不能说复盘的时候, 因为一般情况下哈, 复盘都是大家整个团队, 大家一起坐在这, 然后你说, 哎运营今天干的真漂亮啊, 运营运的真好, 也留言的也很不错哈, 哎呀主播主播这场直播哈,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氛围感极强, 哎呦这助理怎么怎么的, 你就一顿彩虹屁一夸哈, 那你觉得这复盘有用吗, 肯定没有用哈, 我们要真实客观的, 直播团队需要对直播的整个工作过程, 真实客观的记录, 不能主观的去美化, 也不能进行有倾向性的筛选, 你不能戴有色眼镜, 你必须要真实客观, 那你给它去还原了之后, 要干什么呀, 全面完整, 你不能只筛选片段是不是, 那我们直播团队需要提供直播过程中, 各个方面的信息, 而且每一方面的信息都需要描述完整,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呀, 那就是细节丰富了, 直播团队呢, 需要去描述在什么环节, 谁用什么方式做了哪些工作, 产生了什么结果, 这里哈, 你要注意哈, 你去丰富的时候, 不能只是简单描述, 你要去干什么呀, 在什么环节, 比如说抽奖环节, 然后呢, 用了什么方式, 发红包的一个方式, 产生了什么结果, 这发红包, 这个做了哪些工作, 然后又因为它的这个方式, 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些都是要非常非常细致的, 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描述出来, 好, 描述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要干什么呀, 就开始分析了, 直播复盘的核心步骤, 与预期不一致, 我们为什么不一致呀, 导致不一致的结果的角度, 问为什么会发生啊, 然后呢, 检查问题的角度, 问为什么没有发现呀, 第三个就是暴露流程弊端的角度, 为什么没有从系统上预防事故, 或者是糟糕情况, 那直播团队从三个角度连续多次的追问, 为什么, 往往可以得出各个角度的结论, 那这些结论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根本原因, 造成这个问题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威亚直播哈, 她虽然现在疯了哈, 但是她之前哈, 算是头部主播, 然后她有一场直播发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呀, 突然断电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肯定是会对她的业绩造成影响, 那断电之后她做了什么呀, 她怎么去做的呀, 那断电之前有没有什么预警啊, 然后呢她有没有做什么措施啊, 其实这个都是她复盘的一个方向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她当时的一个断电的一个视频哈, 她还要不是点蜡烛说看着不会危险, 离后一点, 后一点对对对对对, 一斤多少钱? 一斤二十块八, 店铺卖, 什么声音? 八百克市卖三十块九, 我们直播间到手价拍下二十, 开了耶, 开了耶, 你们能看到吗? 啊, 这么黑了, 看到吗, 看到我们吗?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别吓人了, 我们这栋楼停电了, 整个楼停电了, 警报在预告我们整栋楼的临时停电了, 公司停电了, 我的那个灯呢, 照明灯呢, 你看我都可怕, 大半夜的公司走遍了, 我还拿着手电筒来起模, 我们电报呢, 我们的电报呢, 来了, 来了, 还有一个, 夜空中, 嘴亮的星, 像亮剂, 这个吓死了, 这个, 要拿一点, 这样好吗? 还有吗? 还有吗? 电报, 好了, 我们这个要, 想起了有一次在广州, 对, 你看作为主播都不容易停电了, 还开手机给你直播, 然后, 哈喽, 刚吃的花呢, 刚准备吃那个花, 然后你知道吗, 关系这个灯照着我现在, 不怕很像奶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于我的脸照, 你作为前面是照一下我的, 那怎么回事, 是我们整栋楼, 就我们这个小区的楼, 我全部停电了, 然后他会提醒你停电了, 所以有一个警报声音, 然后我们现在联系, 我就说今天怎么老跳渣, 就觉得不费, 我还以为是我们今天的那个, 呃, 呃, 东西太多了, 他太搞笑了, 不要笑, 不要笑啊, 你要快让我努力啊, 停电台直播啊, 他们都好敬业, 是很好敬业, 就一定要给你们, 我怕你们着急嘛, 好害哦, 你们到管理处看一下, 好, 那我们已经去看了, 对, 是整栋楼都没点了, 那下面都没点了, 整栋楼都没点了, 好, 你们, 你们上, 还好, 还好不是点蜡烛, 说看着不会危险, 厚一点, 厚一点,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看着我真的头像, 头像好像难, 好, 那这个呢, 是他的一个直播当中, 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突然断电了, 那他断电了之后的话, 他可能是又用手机, 然后接着播, 然后呢, 他这一块的话, 可能就是之前, 他就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预案就是没有做好, 如果他有一个什么什么, 恒定, 有一个叫做恒定发电机吧, 就像这种头部的主播的话, 很有钱的, 人家很有钱的, 如果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 那他肯定是会非常完美的去度过这样一场直播, 他为什么断电了还要用手机直播, 是因为他有直播任务的, 他的品没有上完, 他不可能断掉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哈, 当然这个是, 肯定当时也是没有不可预测的嘛, 不可能知道肯定会断电哈, 但是虽然他不可预测, 但是我们能不能预防, 可以预防,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各个部门的话, 肯定是要做好这种像就是应急方案嘛, 我可以拿手机去播, 然后我们继续去展示产品, 但肯定没有正常的那种情况, 他用相机啊, 那种拍的要清晰, 这是没有办法的哈, 然后呢, 再就是主播的一个应变能力哈, 你看哈, 这儿还有这个, 给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停电了, 有没有过生日的可以打个一, 因为今天正好停电了, 是一个紧急情况, 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停电了, 那就今天祝所有看直播的生日的人, 生日快乐, 你想听我唱小天理吗, 难道我唱小天理,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你看, 这其实也算是, 这应该是不同的机位哈, 和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机位,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它通过不同的机位, 然后来进行展示, 然后虽然我们遇到了这个事情, 然后主播他肯定不能一下子立马就回来, 然后他可能先是有一个过渡, 唱一个歌, 这不就是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作为主播的话, 肯定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 那我们如果是维亚团队的, 那我们这场直播下来之后, 我们肯定也是要去分析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 好, 这是第三个分析原因, 然后接下来要干什么呀, 要提炼经验, 这里面分为可控, 半可控和不可控, 什么是可控的, 像那个什么说错话了呀, 然后呢, 还有那种是比如说, 呃, 就上链接, 上的顺序上错了呀, 这其实是可控的, 你用心点,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改正, 是不是, 这可以, 半可控的话就是, 人都会犯错嘛, 是不是, 这半可控的话讲的就是, 还是维亚直播间, 然后呢, 它是上错了那个红包, 导致了百万的一个损失, 也给大家看一下哈, 开播, 8点了, 来, 大家确认一下手机状态, 然后保持安静, 直播到几时, 5秒, 5, 4, 3, 2, 1,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直播的场地, 非常非常不一样, 因为每次大家看我们直播, 就有我们两个人家的背景, 是的, 你们猜我今天在哪里直播, 当然,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在兰州, 哈哈, 哈哈, 我在兰州的, 没有声音是吗? 又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是吗? 又没有声音? 为什么? 撑 vad det, 怎么情况?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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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没关系, 看我嘴声, 嗨嗨嗨看嘴声猜字, 跟你们说, 建配的是吗, 是啊, 这是我们第N次那个直播没有声音, 嘿嘿嘿, 我要把你打把打色, 哈哈哈, 有没有人猜到我们前面说了什么 你猜我刚刚说什么 算了 你也猜不到了 他说你说了那么快 怎么看就行 你说我今天的直播场地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还有很多 没有做得足够好 每天都会有一些 就是你看比方开播的时候 声音没有放出来 像今天那个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很多次了 但你当时并没有任何的不快 就当时我在直播间说两句 然后就忘记了 但是其实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要去规范的嘛 这个是一个需要去规范的 但有时候就人有时候就会 不可能不出错 因为直播间那么多人里面 你要说允许你 你一个问题都不给我出错 所有人都会觉得 那这个工作我做不了 因为每天的工作长度 我不可能一点不出错 包括表格出错 那我们要继续跟正 那没有跟正 那你没有办法 你得承担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也觉得 自己的直播间 有太多太多我想做的东西 我也不想去对外形 呈现你是个很完美的团队 其实确实有很多人去努力的 听说一个事 我脱为被触动的 就有一次直播中 你们发红包 每个人可能发五块钱的红包 但是在直播的时候 可能具体操作的 那个工作人员出错了 就等于每个人的五块红包 变成每个人五十块 对 等于这一个错之后 就你们 礼拜里你们要额外承担的 可能大概是输一百万计 对 当时你们的工作人脸色刷 就煞白煞白的 但是好像威亚 就中间换衣服的时候 对她说 你继续直播注意点 但之后这个事就 就过去了 就这种处理方法 还是很特别的 因为通常一般可能会对员工 比如说处理一下 但你们什么都没做 这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看来 就是一个年轻人 不可能不犯错 对吧 那么工作当中 既然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损失回馈过来 按照这个绝对数值 确实是比较大的 当然我们有承受的 良力的同时 我们也要理解 他的工作的失误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完美的 工作上面 有失误是正常的 当然也没有说 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工作的过程当中 让他继续工作 不要那个 但是事后我们肯定 还是会跟他沟通的 就告诉他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你随便手一抖 就可能上百万 那你就以后 要更加注意了 对 但是没有让他承担 任何的所谓的 钱的损失的部分 那这种事情 在这些年里面太多了 不仅仅是工作人员 VR有些时候也会出错 我明白口误 比如说价格什么 报错了 我的感觉就是 人的确会犯错 那你就不要给人 犯错的机会 用各种的流程 用各种技术 确保他不要出错 就我们现在 就整个千询背后 是已经组建了 技术团队 然后就开始 在整理我们的 每个环节的人工环节的 一些事情上 怎么样变成一个 OA系统 是 怎么样让它 全部变成流水线的 线上的操作 对 好 开播 好 其实在这的话 它就是有可控和半可控 像它这个直播前 然后声音没有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在后面讲的那个 鱿鱼一个人 然后呢 5块红包变成50块的 一个红包 对他们造成的一个影响 其实这些的话 如果前期哈 我们做好这样的一个预案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呀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是可以避免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我们遇到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经验 进行一个总结 下一次不要再出现 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它肯定还有什么呀 不可控的 比如说真的是地震了哈 就地动山摇的这个东西 你还能坐在这直播间 直播吗 那肯定不能哈 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考虑的范围内了 那我们去体验经验之后就完事了吗 那肯定不是哈 我们要编写文档 我们要把直播复盘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呀 原因呀 以及得出的经验呀 还有你改善的一个方法 以文字的形式呢 固化下来 编写在册 然后下一次的话 你遇到了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呢 编写文档 可以以直播团队留下最真实 准确的记录 避免遗漏或者是遗忘 你这一次出现了这个问题 下一次可能没有出现哈 因为你犯了一个错 你不可能短时间再犯第二个 又不是笨蛋 对不对 然后这都是跟钱挂钩的 那肯定短时间不会 那长时间呢 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再就是哈 还有什么呀 就比如说我中途换了一个工作人员 或者是我又招聘了一个新员工 我就坐在这去给他讲 我能把之前犯的所有的错 都给他讲完吗 肯定不能 那我还不如给他一个文档 让他自己去熟悉去看 对不对 那编写文档将工作过程 工作经验变成具有一定逻辑性 逻辑结构的一个显性知识 可以查阅 可以传播 可以避免直播团队 在同样的知识上再次支付学习成本 第三个呢 就是文档方便储存 也方便提取 直播团队可以在后续工作时呢 快速拿出来借鉴使用 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文档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算是文件哈 就是你可以写这个样子的 我如果喜欢这种word文档 我就写这样的word文档 我不喜欢写这样word文档 我写差慢的行不行 OK没有问题 然后我写那个什么 呃 那个pbt 行不行 行 我写那个word文档 可不可以 txt都可以哈 就是形式呢 不限 但是呢 你肯定要去写 描述过程 分析原因 提炼经验 适用范围 你这些肯定是要包含的 对不对 我肯定要知道 我遇到了一个什么事 然后这个事的原因是哪里 我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什么 我下一次在什么地方还能应用此经验 那你肯定要写得明明白白的 你最起码要包含这四个点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档哈 来再说一遍哈 我们的一个直播复盘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第一步 回顾目标 第二步 描述过程 第三步 分析原因 第四步 提炼经验 第五步呢 就是编写文档了 好 那我们讲完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呢 要去学习一下直播复盘的数据分析了哈 刚才我们讲的是今天的第二个模块哈 第一个模块是组建团队 第二个模块呢 是复盘的基本步骤 今天的第三个模块 直播复盘数据分析哈 又已经讲了两个模块了 我们在这里呢 先休息一会儿哈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继续讲哈 我们休息五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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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h, come on Woo Let's get it on Ah, baby Let's get it on Let's love, baby Let's get it on Sugar Let's get it on Woo Woo We're all sensitive people With so much To give Understand each other Since we got To be here Let's live I love you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me Loving you Baby, no, no And Giving yourself to me Can never be wrong If the love is the truth of me Oh, baby Woo Now don't you know How sweet and wonderful life can be Woo I'm Asking you, baby To get it on With me Oh, oh Oh, oh I ain't gonna Ware it I ain't gonna Push Push, bab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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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pozi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But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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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个整理数据 第四个分析数据 第五个呢就是编制报告 那好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挨个挨个看哈 第一个呢还是要明确目标 我们做什么事的话 做什么复盘 肯定第一个还是要去明确我们的目标 那明确目标当中第一个 我们要去查找问题 及寻找直播间数据上下波动的原因 我肯定是要首先 你肯定要去知道这个上下波动的原因呀 那我知道原因我才好干其他的是不是 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内容 通过数据分析寻找直播内容到优化方向 从而提升直播活动的一个营销效果 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运营了 那通过数据规律推测平台算法 从而提升直播间的运营效果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集数据了 各大直播平台呀 后台呀 它其实都是可以进行采集数据的 当然哈你可以在这个 比如说在淘宝直播 我们可以在淘宝直播这里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观看次数啊等等啊 这些数据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采集起来 如果你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数据 还有就是上一节课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视频号助手嘛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哈 嘿在这里 这个不就是我们视频号助手吗 你登录之后的话 你看哈在这儿 它其实是有数据中心的 那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数据 我们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找到直播数据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找到我们的一个 这个单场数据啊等等哈 这是之前其他老师进行一个直播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 其实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比如说它的一个直播市场 它的观看人数最高在线人数 然后热度以及成交金额 其实你通过这个外皮的话哈 就还没有进去呢 你在这儿其实就可以看到 每一场直播的一个数据 如果我们想要更加详细 我们做数据分析 不能只看这一个小的数据就完事了 是不是 我们要进入到那里 再去看一些详细的数据 我们可以点击哈 好 进来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哈 还是开播的时间 然后呢开播的时长 然后呢它的开播方式 然后呢再往下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观看人数啊 观看次数啊 最高在线呀 平均观看时长呀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其实底下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数啊 那这些数是什么呀 这个蓝色的是实时在线 它几点钟哈 有几个人在线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紫色的呢 是观看次数 然后呢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平均观看时长 这个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 这是属于折线图 你每一分钟的时候 它都非常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数据在里面 然后再往下的话 还有一个互动 然后点赞 几个点赞呀 然后评论的次数啊 分享的次数啊 增加关注人数啊 是不是这里面都有 然后这个是评论次数 它什么是我评论的 8点39和8点40 进行了一个评论 我们在这里 其实是可以明显的看得到的 每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数据 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进行分析 是吧 还有这个送礼数据 总热度啊 送礼人数啊 送礼次数啊 然后再还有礼物详情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往下就是一个带货数据了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然后呢这里面呢 它是曝光了几次 可能就是谁 然后呢曝光了 它可能讲了两次 讲了两次 这里讲了三次 点击的次数 然后创建订单的人数 创建订单数 成交人数 订单 就是成交订单数 还有成交金额 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些数据摆在这里 然后还有整体的转换 34个人 因为它没有人买嘛 所以这个整体的转换率是零 那如果要是有人买的话 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得到详细的数据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数据大评 如果正在直播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数据大评还会随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啊 就比如说这个累计成交额 然后这里是多少多少钱 如果在直播的时候呢 这里都会有一个滚动 还是非常刺激的哈 然后每下一单 这里都是有一个变化 像很多战报的话 都是在这里能可以看到哈 就结这样一张图 然后这也是 其实说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数据差不多 有成交数据啊 流量呀 其实这里进房间的人数啊 然后呢等等哈 这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 这里呢是有一个用户画像 它是百分之九十一点几的 它都是女性 然后年龄啊 49岁以上的人比较多 然后呢北京地区的人比较多 其实通过这个数据画像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分析 我们直播间 人是什么样的人来看 那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去 选择我的一个选品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数据哈 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采集 那采集完了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要开始进行什么呀 整理数据了 然后我们数据的话 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顶上采集完了 它的数据百分之百 一定是正确的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直播团队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的数据 都可能会出现失误 那因此在正式进行数据分析之前 你不能分析完了再去改哈 你肯定要在正式分析数据之前 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核对 你得去对一下 如果发现数据异常 需要综合各方面的数据进行修正 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有效性和参考性 如果要是拿一个不对的数据 分析个毛啊 分析出来也是错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拿准确的 有效的可参考性的数据拿出来 拿出数据之后呢 我们的数据统计计算 我们肯定要是计算 数据摆上去就完事了嘛 不是这样的哈 直播团队完成数据核对修正后 即可进行数据的统计计算 数据的统计计算呢 包括数据的求和 一共是不是 一共有多少啊 然后平均数计算 比例计算 趋势分析等 那为了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呢 咱们的直播团队是可以使用 Excel相关的功能 对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Excel大家应该都会吧 它也是可以进行什么求和呀 然后呢就各种计算都是可以的哈 我们要对数据进行计算 那计算好了之后 比如说 这一趟直播哈 我有了多少的一个总量 然后我每一单的大概金额 然后呢我进来了多少人 他的一个承担的一个比率 然后包括我什么东西卖的 哪一个品卖的好 然后呢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分析 我都分析好了 那分析好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要干什么呀 就整理数据我都整理好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分析了 首先第一个呢 我肯定要对比分析 这一块呢是指实际数据和基数数据进行对比 通过分析实际数据与基数数据之间的差异 了解实际数据及查找影响实际数据因素的一种分析方法 那根据对比数据的不同呢 对比分析可以分为同比分析和环比分析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同比 什么叫做环比啊 知道的呢可以给老师扣个1哈 不知道的呢扣个0 然后这一块的话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话 老师再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做同比 什么叫做环比好不好 对比分析 就咱们拿到了这个数据之后 肯定是要去对比一下嘛 不知道哈 不知道没有关系哈 我给大家讲一下哈 同比分析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双11是不是过了呀 那我肯定要分析这一个双11的一个数据 我可能要用什么分析法 用同比分析法 也就是我要对比去年的双11 或者是前年的双11 或者是连续几年的双11 那我通过这个数据来进行一个对比 那这叫做同比 那环比是什么意思呀 环比的话就是和上个月对比 和上上个月对比 环比的话一般它都是连续的哈 它是连续的几个月啊 我今天和昨天啊 前天啊 今天啊 那肯定是今天和昨天了 啊 然后呢 如果同比呢 它肯定是不连续的 不连续是什么 我这个周是周二对吧 那我上个周二是什么样啊 我上上个周二是什么样啊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是不连续的 这个就是同比和环比的一个对比 同比和环比的话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它只是一个算是一个对比的一个手法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 然后呢 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就是对比水平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发展顺序 就比如说 我们去年的双十一 它是成交额是多少 今年双十一成交额是多少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成交额可以去判断 那我们这个双十一做的成不成功 然后甚至是可以查到 就是可以联系到什么呀 就是整个的国民消费水平 去年的消费水平和今年的消费水平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同比环比 同比不连续 环比是连续的 就挨着的那些数据 好 第二个 特殊事件分析法 那异常数据呢 是指偏离平均值较大的数据 不一定是表现差的数据 直播团队呢 就需要采用特殊事件分析法 来查找出 这种异常的数据原因 就比如说哈 今天是双十一 对不对 那我今天的数据 肯定特别特别好 那我这么一环比 十月十号 十月十一号 十月十一号 哇 数据这么高 那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吗 它并不是 它只是一个特殊的事件 因为双十一嘛 大家都消费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环比分析哈 十一月十一号 和十一月十二号 那你就会发现 十月十二号业绩 一下子就下来了 数据一下子就下来了 和十月十二号 去同比分析的话 你就会发现 十月十二号肯定是低 那为什么低呀 是因为我做的营销不好吗 那也不是 也是特殊事件原因 因为昨天该消费的都消费了 今天消费量肯定就会下来了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去找这些特殊的 并不是所有的好和所有的不好 都是和你运营相关 可能还是和那些特殊的情况 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要做运营 要学会挑出这些特殊事件 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对比和分析 好 那我们分析数据 分析完了之后要干什么呀 我们还是要写 写东西 对不对 扣一了是明白了是吗 好 那接下来呢 说一下我们编制报告 第一个 开篇 我们的开篇呢 包括目录和前沿两部分 目录的话是数据分析报告的整体大纲 这不用这不用说哈 大家应该都是理解的 那我们的目录肯定就是要求 结构要有清晰度 那逻辑呢 肯定要有顺序 以便让阅读者呢 可以快速了解整个报告的内容 那一般情况下的话 它逻辑顺序 它无非就是什么呀 总分总模式啊 然后分总啊 总分呀 是不是 这个的话你自己去决定嘛 那总分总模式 分析目的 分析要点 结论和建议 前沿呢 是对数据分析报告的一个分析目的 分析背景 分析思路 分析方法 数据结论等内容的一个基本概括哈 并不是说把你这些分析全都写下来 你是先要进行一个概括 然后呢 再去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总结 这不就是总分总模式吗 你在写的时候呢 肯定要是有确切的逻辑顺序的 那把这个逻辑顺序捋好了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写了 是不是 写我们的正文 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逻辑 我通过数据一 通过数据二 通过数据三 通过数据四 那通过这些数据的一个采集 整理分析 然后最后呢 我得出的一个相应的结论 是不是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啊 这个 这是什么形式 这是不是就是分总 然后或者是总分 总 然后数据分析的最终结论 然后观点一 观点二 观点三 然后再就是论据一 论据二 这这不就是来证明我的观点的吗 对吧 这是正文的一些编写思路哈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思路 把我们的这个报告给他写出来 那最后的话 我写完了开头 写完了中间 那我肯定要有一个结尾 那么结尾部分的结论和建议呢 肯定是不能凭空捏造 凭空凭空想象 是不是 我们要依据正文的观点 而总结出来的一个最终结论 那结论的表述呢 我们肯定是要要求准确 简列有价值 你别看这个文章写起来好像 挺麻烦的哈 但是呢 我们最终的结论肯定要准确简列有价值 不能写一些 最后总结哈 因为昨天双十一 所以今天呢 双十二业绩下降 那有啥意思 没有意思哈 肯定要有价值 我肯定要去想 今天由于我的口误 或者是由于我说错价格了 然后或者是 由于什么什么原因 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下一次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那这个你肯定是要写 有价值的东西 在结论准确的基础上 直播团队呢 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和建议 以便为之后的直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编写报告 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五步哈 基本步骤明确目标 然后呢 采集数据 整理数据 分析数据 编制报告 那我们这个步骤做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讲一讲指标哈 来 我们看一看哈 那数据分析的常用指标 我知道要分析数据 我分析什么数据啊 那是不是 我们肯定也是要有一些数据的一个支撑嘛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画像数据指标 通过这个指标的话 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东西的哈 用户画像数据指标呢 包括用户的性别 年龄 地域 活跃 时间 来源等 例如疯狂小杨哥直播间用户画像数据 这底下的这个数据的话 就肯定是花钱来的哈 你想看别人的数据哈 那你就得花钱去了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疯狂小杨哥 72.87%都是男性 然后呢 年龄是在哪里 31岁到40岁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是地区分布哈 这这这是哪个省 是云南吗 这我们看不太懂哈 反正的话 咱咱不看这个地区了哈 咱就看前面这两个 男性31到40岁 说因为这这一个年龄段 然后呢 男性比较多 那么我通过这个用户画像 我可以得到什么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 我可以得到什么 是不是可以得到我选品的一些方向啊 我是不是可以选一些什么刮胡刀啊 然后呢 就是男生喜欢买什么呀 就你就可以去选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呢 那我肯定就是可能说一些梗啊 就是男生这个年龄段的男生的一些梗啊 还有什么衬衫啊 是不是 袜子呀 内裤啊 我可以选这样的品 如果我要是女生比较多 然后呢 可能年轻女性比较多 白领比较多 我可以上架什么产品 我是不是什么 牛肉啊 鸡胸肉啊 那女生就是如果20岁到30岁的 可能要保持什么好身材 然后呢 可能家庭主妇也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上架相应的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说用户画像的话 我们是一个数据指标 不知道分析什么的时候哈 我们可以先去分析一下用户画像数据指标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人气数据指标 那人气数据指标呢 也叫流量数据指标 人气数据指标包括观看人数 新增粉丝 人气峰值 转粉率 新增粉丝 这转粉率是个啥哈 就是新增粉丝数除以个观看人数哈 然后平均在线 本场点赞 本场音量 音浪 然后送礼人数等方面的一些数据 那一般情况下哈 这个呢 是从新科上看的哈 然后你可以从通过第三平台数据去看 那你看这里面是不是 他在 你看哈 他他上架的时候 他他是一上来立马就一开播就上架吗 不是的 他开播一会之后上架 然后呢 他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在干什么呀 在聊天 然后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然后呢 他又开始上架了 你就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上架产品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底下配配对的就是他的一个讲解 然后呢 包括他付带前面这是一直可能都没有付带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在线人数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 这这块哈 他在这块上架的时候 人数一下子突破了 这是一百八十万家了 这一百八十多万人了 不到两百万哈 应该是一百八十多 应该也不到一百九十万 那在这一块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他上的是什么品 肯定是虫粉的 那种或者是什么呀 就是便宜的那种 就是吸粉款 虫粉款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数可以达到巅峰 然后面他可能就聊天 那聊天喜欢他的人会留下 不喜欢他的人呢 可能就走了 你看这个人数会有一个下降 对吧 然后下降之后的话 然后呢 后来估计哈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能只是看这个数据了 我肯定要结合着直播 那这一块的话 他肯定是又讲了什么东西哈 这块这个八点三十五的时候 跌到了低谷 这个前面的一个低谷 然后他又有一个反弹 那这一块他是说了什么东西 进行了一个反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着这个数据 拿出我的直播回放 找出这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当时说了什么 那我要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的这个用户是感兴趣的 那我下一次直播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多准备一些这个点来给大家去聊 对吧 然后呢你看哈 在这的时候 这聊着聊着哈 又下降了 那这一块说不上又说什么了 然后呢 再你看哈 这是八点五十二的时候 你看哈 他在这一块肯定是又开始 可能他现在还没有上架这个东西 但是他开始已经预热了 我可能是上了一个什么人便宜 然后就开始就演戏了嘛 这个东西哈 小杨嫂你买这个东西花了多少钱 怎么那么的 这个我只是一个猜测哈 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肯定要结合着直播回放 然后这个时候他又上架了一个商品 这个时候人数是不是又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进行 结合着这个数据 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复盘 我们在复盘的时候 就要去看这些数据的波动 然后通过这些波动 然后呢 再结合着我们的直播回放 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分析 对不对 这每一个数据的波动 他肯定是干了一个事情 干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干的不好 下降了 人数下降了 我下次避免 哎我这个事情干的好 我人数上升了 那么我们就再去下一次直播的时候 多准备一些这样的话题 对不对 然后当然哈 那只是新科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很多的 其实数据哈 都可以看这些东西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我们 刚才看的那个叫 视频号助手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观看人数 是87 观看次数 走了又进来 99 然后呢 最高在线是20个人 然后呢 观看了5秒 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这里面 然后呢 结合 你看这一块 第9分 这倒 这个这个数据太少了哈 倒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然后互动数据 然后在这里有一次互动 他没有接权哈 什么时候互动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说了什么 是不是 这也都是可以拿出来 调出来 我们一起看一看 进行一个分析 这是我们的一个 人气数据指标 然后除了人气数据指标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互动数据指标 在这里的话 互动数据指标 是指用户在直播间的互动行为数据 互动行为主要包含点赞评论分享和关注 那互动数据占直播间用户访问数的一个比例 极为本场直播的一个互动率 就是说你这个直播间里有一千个人 然后一个人给互动了 那这是什么 百分之 零点一 数据不太好哈 就一百个人 然后呢 只有一个人给互动了 那这不就是百分之一 这也就是一个互动率 那肯定是互动率越高越好 如果直播间里有一万个人 一个人都不说话 那你觉得这个直播间能行吗 那厂子都不热 那厂子不热的话 那你还想卖出去东西 那你那一万个人说不上都是假人 所以这个互动率的话 也是我们 这个互动数据指标的话 也是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点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到哈 这里面有什么互动的 这个名 就是他互动了啥呀 他就是出现比频率比较高的 一些词语是什么呀 在这儿呢 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呢 再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互动率如果不高的话 那我是不是 你看这 这点人说什么 运行卡得要死 怎么怎么的的 这这东西哈 我们都是要关注到的 然后呢 用户说了什么 如果用户都说 啊这个 这个太卡了 太卡了 太卡了 那我们肯定是要进行一个调整的 是吧 然后如果要是说 呃 就是他只会打哈哈1 那你肯定是选题 话题没有选好 虽然我给大家去说话的时候 大家也不太理我 哈哈 那是不是也是我有问题啊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考虑一下 大家为什么不回复啊 是不是我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不是大家感兴趣的 如果给大家聊一些其他的 大家是不是就会和我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啊 让大家去关注到我呀 那你在这个直播间你不互动 时间长了你还会听下去吗 因为大家这是学知识 你可能会一直在这 如果你要不是因为学知识 那你可能说不上你就已经关掉直播间 就走掉了 是吧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数据指标 通过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去想一想下一次互动的主题 我应该给大家去讲什么样的一个互动 然后呢再就是选一些有效的东西来给大家去讲 好这是第四个哈 互动数据指标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重要的指标了 转换数据指标 这个转换数据指标是指引导成交的数据 在我们的淘宝直播平台 转换数据指标主要包含两项内容 即商品点击次数和种草成交金额 那商品点击次数是指本次直播截止目前 用户点击直播商品进入详情页 直接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的一个数据 那种草呢也就是成交金额 是指用户点击直播商品 并支付成功的总金额 这个数据的话就比较重要了哈 因为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他点不点 咱咱不看后面哈 咱就在这分析你就能知道了 商品点击次数 你说他要是连点都不点说明什么呀 他对你这个东西他都不感兴趣 那这个你的选品就有问题了是不是 那种草成交金额 如果他点进去点了很多 点了一万次 结果就成交了一单 那说明什么呀 肯定是你这个金额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 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哈不划算 我在其他店哈对比我一看哈 你这个东西贵了 而且呢 我虽然对你这个东西感兴趣 但是呢 我不买账 那这一些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 来进行一个用户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分析 那在我们的带货数据里哈 其实就可以看到 他就有分享人数 包括这还记得不 刚才在我们的那个数据当中哈 在这个号里 在这里面 哎呦 哪去了 我的产品呢 等会哈 我再重新点一遍 直播数据 在这 然后数据详情 等我一下哈 我们再回来看一遍哈 就是这个页哈 哎 在这 你看是不是 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分享人数曝光 然后点击次数 创建订单人数 他连点都不点 说明什么 你这个产品呢 肯定是没有选明白 然后呢 等等哈 这个数据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通过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 如果商品点击次数过少 那么直播团队就可以初步的去判断 主播推荐商品的力度 或者是商品本身的吸引力不足 需要找出问题 积极改善推荐方法 或者是优化商品配置 那这一块的话你就要去看哈 如果说他点的不够多 但是呢 你去看一看这个商品 你去搜一下其他人家 人家卖的都可好了 特别火棒 说明什么 那就是你主播问题 你脚本问题 那你就没有推荐好 你没写明白 那你就要去看看人家怎么写的 那你就要去改 把话数抄过来啊 或者是主播的激情不够啊 我们再去改正 那如果说 哎我发现哈 这个东西哈 别人家卖的也不好 就比如说卖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鬼东西哈 然后呢 别人家卖的也不好 那你说你还去选这个品 有必要吗 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去优化这个商品的一个配置 就你就别上这个东西就得了 你直接换一个产品就完事了 没必要在这块给人家浪费时间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如果商品点击次数是比较多的 哎 然后呢 但是呢 种草成交金额少 那么很可能是什么呀 商品口碑问题 商品详情页或者是 商品定价存在问题 哎 我觉得你讲的可好了 哎 这垃圾点真棒哈 真好 结果 我点进去之后 发现是一个 小厂家 然后呢 那底下的这个商品的详情页 贼家丑 然后评价呢 特别烂 那这个时候呢 那他肯定不会买 然后也有可能是什么呀 商品 我在别人家哈 别的直播间 9.9米 在你直播间 19.9米 我是风球了吗 我在你这买 那肯定不是哈 那在这我们就可以分析问题了 而影响了用户的一个决定购买 直播团队呢 需要去优化选品环节 优化直播间的商品配置 这个东西如果是口碑有问题 那你就 这个产品就不要再上了哈 什么三五产品肯定不能上 如果商品详情页有问题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一个就是这个品牌商去沟通一下 让他去把这个详情页优化优化 去大旁教育学学电商课程 把详情页做的好看一点 是不是 如果商品定价存在了问题 那我肯定是要再和品牌商沟通一下 你给别人9.9米 你给我19.9米 啥意思 这东西我都卖不出去 那你肯定是通过这些问题 然后去找到解决方案 你优化选品呀 你是优化直播间的商品配置 你是改价格 这个你肯定后期有一个解决方法 那这是转换数据指标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四个指标 就全部说完了 再复习一遍哈 用户画像数据指标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呀 人气数据指标 第三个 互动数据指标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转化数据指标了 好 那其实到这里的话 我们本节课算是知识点呢 就算是全部的讲完了 那时间还早哈 我们再复习一下 来我们的直播团队组件 给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的低配版本 最少要有两个人 低配版本的一个团队的运营策略的话 那肯定是首先第一个 先靠优质的短视频内容新粉丝 尝试定期直播 然后前期的话 你就直播一个小时 然后主要是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的话 你就可以去选一到两个熟悉的商品 开始去介绍 那逐渐熟悉了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逐渐增加直播方面的一个工作量了 我们可以两到四个小时 选品两到五个品 然后开始进行直播 然后我们这一块 觉得做的还不错 那我们可以干什么呀 升级 升级到我们的标配版本 那四到五个人 那我们的标配版本的一个团队的运营策略的话 肯定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要调整短视频方面的一个工作内容了 可能就是从优质短视频 逐渐的去转向一些什么呀 直播的一个精彩画面 然后直播的一个片段的一个剪辑 然后呢 优化直播内容 调整直播时长 这个直播时长的话 我们是还是四小时左右 但是这个品的话 可能就是七到十个品了 然后呢 如果这一块做的还不错 那么我们肯定要继续升级 升级我们的一个升级版团队 那你最少得有十个人以上了呀 那升级之后的策略又要改变了哈 不同的配置有不同的一个策略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优化直播内容 然后制定业绩目标 我们要规范起来了 然后进一步优化运营和选品工作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直播团队的一个组件 然后接下来呢 再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直播复盘的基本步骤 首先第一个回顾目标 在这里的话 我们肯定先展示再对比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呀 描述过程 我们描述的时候呢 要保证我们的一个 真实客观 全面完整 细节丰富 那我们描述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分析原因了 在这里呢 我们要去多问为什么 最少问三个为什么 从导致结果的角度 问为什么会发生 从检查问题的角度 问为什么没有发现 导致这个结果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啊 检查问题 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从暴落流程弊端的角度问 为什么没有从系统上预防事故 或者是糟糕结果 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提炼经验 编写文档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直播复盘的 基本步骤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直播复盘的 数据分析了 那我们的数据分析的 基本步骤呢 是有五步 明确目标 采集数据 然后整理数据 分析数据 编制报告 在这里明确目标的话 我们要查找问题 优化内容 优化运营 那整理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要 首先第一个 要核对 是不是 你要保证你的数据是对的 然后呢 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 统计和计算 然后接下来呢 对比分析 我们有什么样 环比 然后还有什么 同比 是吧 同比是什么 同比的话是 这个月的十月 这今年的双十一 和去年的双十一 那环比是什么呀 这个月和上个月 好 然后再就是特殊事件分析法 排除那些特殊的问题 然后再进行分析 编写报告 有开篇证文和结尾 然后呢 我们的数据分析的 常用指标 一共有四个 用户画像指标 这里包含了用户的性别 年龄 地域 活动 时间 来源等 这个通过用户画像 我们可以去 选择我们和用户画像 相匹配的一些品 然后人气数据指标 观看人数 新增粉丝 人气 峰值 转粉率 也就是新增 粉丝量 除以观众人数 然后平均在线 然后本场点赞 本场音量 送礼人数等方面 然后通过他的那一个什么波浪线哈 然后呢 再结合着回放 我们进一步分析 导致我这个波浪线 这个风起啊 就是高峰啊 低峰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通过这些分析来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复盘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一个互动数据指标 点赞评论分享和关注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转换数据指标 商品的减击次数 种草的成交金额 这是我们直播复盘的数据分析 好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的课程知识点就全部讲完了 最后的话就是本节课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布置了哈 那我也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上节课的作业有没有做哈 有没有进行这个直播 如果直播了的话 可以对自己的视频号直播带货进行复盘 如果自己没有直播的话 说实话哈 你复盘复盘别人的也是有帮助的 你多看看别人的直播 然后去给别人做做复盘 你也是能从中得到很多收获的 然后在这里的话 写三条直播带货中遇到的问题 并给出优化和改进建议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作业了 那本节课的话 那所有的内容呢 就全部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问题的话可以说一说哈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要下课了哈 其实本节课的内容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的 然后更多的话 可能需要大家课下呢 再去好好的去吸收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直播复盘 做好了之后的话 你不做好复盘 你后面肯定是要有下降的 如果你做好的话 你肯定是越做越好 是不是 好的 我看到大家也没有问问题的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啦 感谢各位同学的一个聆听哈 下一节课的话就是最后一节课了 希望同学们能按时出席哦 那我们就挥挥手 说声再见吧 同学们 拜拜咯 我就下播了哈 拜拜 各位宝贝 我们下播了哈 我们下播了哈 感谢观看